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温州医科大学读书 已经有十年了 温州是我第二个家 时光荏苒 在温州度过的十年光阴 让阿乐爱上了这座 充满活力的学校 这座温暖的城市 目前我在温州医科大学 复苏第二医院 女婴儿童医院当医生 2020年1月 新冠疫情爆发后 她婉拒了父母 让她回国的劝告 我觉得我不能在这个时候 离她而去 这座城市需要我 之后 她跟随着学校的医生 老师们 一同加入 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行动中 看到温一大的医护人员 昼夜坚守在抗击疫情一线 很多人 还积极在国内外学术会议 校友论坛中 分享温州和中国的抗疫经验 阿乐受到其影响 更加坚定地选择 和温州人民一同守护这片土地 疫情发生以后 很多的留学生都回国了 当时阿乐主动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参加防控工作 这期间 她就把我们的经验 做法拍成视频 传到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 可以说把我们中国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 好的经验传到了世界 疫情爆发后 在我的家乡南非和一些其他的国家 出现了对中国不真实的报道 我生活在温州 我听到的 看到的 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 我知道 温州在这次疫情期间 真的做得很好 我的母校温州一个大学 也在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认识的温州人没有退缩 我认识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战斗 所以我用录制视频的形式 把这些刊意的故事 分享给国外朋友 阿乐是一名网络达人 自己的社交平台有20多万粉丝 他拍的视频日记发布后 受到了人民日报 新华社 光明日报 以及国外媒体的报道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 也为他转发 点赞 他的视频 让世界各地的人 都看到了温医大附属医院 和温州的医护人员 不畏牵线 全力救治患者的医者人心 看到了社区管理者 严防严控 志愿者无私奉献 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的责任担当 也看到 每一个平凡的温州人 在这次疫情中 为守护生命进行的战斗 和取得的 令人赞叹的成效 阿乐做的视频非常好 不仅是阿乐 我们很多温医大的留学生 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阿乐的影响下 温医大的海外留学生 也纷纷用创作歌曲的 录制视频 参加志愿服务的形式 用自己擅长的方式 讲述不平凡的抗议故事 医院的工作 刚告一段落 阿乐又匆匆赶往下一个地点 在得知南非严峻的疫情形势后 新系祖国的阿乐 一直在四处奔走 为南非筹集医疗物资 此前温医大校友总会 和教育发展基金会 已经做了大量支援海外的工作 包括对非洲的远程医疗指导 和物资捐赠 老师们在听说阿乐的事情后 主动帮他联系对接了 有一群温州青年 自发组成的公益组织 高温青年 我觉得这边应该需要 你的公司做了一个计划 就写了一个信号 一个信号 就是 对对对 捐赠了一批给韩国 和伊朗还有 剩下的运程医疗 对对对对 收到温州医科大学校方 辞员非洲的一个行动 那我想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在温州组织一批物资 运送到非洲需要的人们 这天晚上阿乐开起了又一场直播 Hey guys, it's Dr. Brett back here again today I visited with the help of my mother's school and my alumni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my friends at the Eternal Love Foundation in Wenzhou City and today we make progress to get in touch with all of the businesses that make and produc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or PPE we are planning to collect more than 50,000 particles and pieces of masks as well as protective equipment goggles and other equipment so that we can take it to South Africa we know that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o helps us during this time and let us come together as one world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 Thank you 像王昌一样 他把温州最新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的消息 和自己一天的经历 分享给海外的朋友 我很倾心 我选择和温州人民 一同收获这片土地 这座城市 又和以前一样 充满了火力 夜幕低垂 五光石色的霓虹 点缀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马路上一串串明亮的车灯 像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 阿乐已将会在日记里 写下新的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